來到台東的池上,除了欣賞美景之外,當然不少的當然是美食 在池上,你會發現不少店舖都會停住一輛黑色的舊單車 還有黑色騎士這個招牌 其實黑色騎士是一個鼓勵年輕人回鄉創業的團體 希望透過踏舊單車兜售自家的產品這個方式和當地人甚至遊客宣傳池上的文化 所以你會發現當中有不少的特色店舖都會採用池上的特產,池上米,去做出不同的美食 就像這家店一樣,它的地道客家甜品,牛燜水就是用池上米做的 加上糖漿,口感有幾分像糖不甩 加上花生和黑芝麻之後,口感就會更加豐富和香濃 喜歡甜品的你,還可以來到這家做Bagol的餐廳 這裡的Bagol同樣是用池上米做的 配合這家餐廳特製的果醬,簡直吃到停不了口 有興趣的朋友還可以自己DIY一個屬於自己口味的Bagol 其實池上的特色味道又怎知那麼少呢? 還有很多等著你去發掘家 最後,吃完玩完當然是睡覺了 在池上這邊的民宿,裝修真的拍得著升級酒店 而早上,民宿的老闆還會幫你準備好精美而有健康的早餐 一邊吃,一邊看著窗外宜人的景物和螢光 絕對是旅程中必不可小一環 啊 來吧 來吧 I wanna come